来看这位曾经多次吃霸王餐的妇人 两年前到北市五星级饭店用餐 结果又拒付800多块元餐费 还说会有总统来付钱被控诈欺 而台北地院审理时她语无伦次 她指控医师对她尸偷魂术 咒骂检察官 而法官就认定她是有这个精神障碍的 没有办法见识行为违法 因此是判无罪 但是必须入医疗院所监护两年 吃霸王餐进了警局 还需淡定看书 这是妇人前年六月被抓进警局的画面 这首奉索 请警察把那些食物送化验去检验 到五星级餐厅用餐不付钱 却怪食物有问题 但其实她白吃白喝的恶行 在餐饮业名气响亮 从89年开始吃霸王餐 当年不起诉她食髓之味 隔年又到西餐厅吃海陆大餐 和高档铁板烧 五星级饭店吃鲍鱼鱼翅 消费上万元统统不付钱 最后甚至把台湾国国王总统搬出来 请总统来扶 他有时候请董事长来扶 原本被判刑六个月 出役后有再犯遭到收押 他出庭时语无伦次 质疑医师对他不利 甚至咒骂检察官 法官认为他的言论 大多属于妄想内容 脱离现实 有精神障碍 无法判断违法行为 最后判决无罪 妇人不必为吃霸王餐 负刑则 但需要继疗养院 监护两年 借着机会改过白吃白喝的恶行 中天新闻海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